歡迎回來 新聞大白話節目現場 接下來我們來討論到 是綠色標案真的是遍地開花 而且很多評委本身綠油油 而現在李寇慶也被開了第一槍 而且開這個槍的就是故宮了 我們先來看到 其實有一個故宮南越品牌 塑造整合形象 勞務的採購案 當時評委之一是誰 就是李後勤了 這是我們一直談 這幾天談的熟面孔 最後是三例得標 而且金額是722萬元 但是別忘記 李後勤他的太太是誰 白書畫就在三例裡頭 擔任總經理事的主任 因此長久以來 尤其是在這個案子 他就譬如說 是不是根本就沒有做到 所謂的利益迴避 我們知道說 其實民進黨都一直喊的是說 他們一定會乾乾淨淨的 堂堂正正的一些執政 絕對不會有任何的貪污撫避 所以再度重來 但沒料到這句話才剛講完之後 就反打了自己一巴掌 而且是好大一聲的大一大巴掌 那我們看到說李後勤是誰 李後勤是蘇貞昌的親戚的子弟兵 而且也是小英總統的愛將 現在擔任在文總 那他的太太 就剛好是在媒體公司上班 而且是位居要職的 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你的太太在媒體公司上班 今年三月就職 就職之後 剛剛好就這麼剛好 三立又得標了 故宮的這個整合行銷案 所以說這整件事情 就是讓人家覺得說 是不是沒有 是不是違反了所謂的利益迴避 但沒有想到 這第一槍故宮竟攔開了 8月6號的時候 故宮就說了 李後勤由採購評委 評委會的審議規則 第14條第二款的規定 應該利益迴避的情形 使得該評委會出席人數 不符合規定 導致這次的評選結果無效 並且終止與三立的契約 也就是說 他沒有履行所謂的利益迴避 所以必須要他撤銷 他的評委身份 而原本三立得標的 722萬元的這個標案 也確定全部撤銷了 那我們看到說 採購評選委員會的審議規則 第14條第二項是什麼規定 它的規定就是說 評委的本人 或者是配偶 與受評選的廠商及負責人 現有或三年內 現在就是現在進行事 跟三年內 曾有僱傭委任或代理的關係 你就應該要解職或予以解聘 但很奇怪的是 你故宮在當時標這個案子 給三立的時候 為什麼你沒有發現到這個問題 居然沒有發現利益 沒有利益迴避這個問題 而是到了媒體踢爆之後 才驚覺說原來這個有關係 有裙帶的關係 趕快取消了這個標案 對 而且之前其實已經得標的 這個三立現在也是被撤銷了 但是這是之前的案子 故宮南院品牌的整合行銷案 還有一個未來的 就是在8月17號 原本要來做這個 故宮附設博物館商店機網路商城 服務委託的經營管理案 這個預算抓得比較高 是2億元 但是大家可以知道 攤開這個評委名單 外部的評委又有熟面孔 有誰是御用的綠色評委 李厚卿又出現了 羅瓊雅也出現了 所以現在故宮也把這個李厚卿來解聘 根據了解 故宮開會的時候 還沒有討論到 羅瓊雅到底要怎麼處理 對 我們知道說 其實這個整個評委的名單之中 其實這被聯合報長期以來 就是去調查之後才發現說 原來這些評委名單 都是綠油油 綠油油 那所以說為什麼 你去調查了李厚卿 但是羅瓊雅卻沒有呢 因為現在看起來好像是說 因為李厚卿現在指標比較大 因為他剛好有太太 在媒體公司上班 所以說李厚卿第一個被逮到 但是羅瓊雅 難道他就沒有任何的相關的問題嗎 因為他也是綠油油 但是故宮現在很顯然只開刀了李厚卿 而其他的人會不會繼續開刀下去呢 我們就很好奇說了 這個聯合報就提出一個疑問 就是說故宮為何非要李厚卿們 為什麼你任何的評選標案 一定要找一個李厚卿們 一起來幫忙做評審呢 對 一起來幫忙做評審呢 而自己呢 李厚卿他自己也回應說了 他說身為一個公共工程的委員會 專家學者建議的名單 他都是當中之一 歷年來參與評選的會議 按照規定都是由機關來選任 被動 他是說被動的來受邀出席 還有他也指示了他太太 現在在三立集團任職 他說三月之後才去的 所以從來沒有參與這個案件 支持故宮的決議 但是就要來看到了 光是聯合報調查 好 這個出席這個評選的會 當然都有所謂的出席費 光是這麼多次 他收到了多少錢 聯合報調查發現說 光是他出席的評委審查會議 就超過200場 而且總標案的金額高達了150億 他的出席費是多少 一次2500 這樣看起來其實不多 但是你把它加起來200多場 所以超過起來也超過了 50萬元了 我們知道說李厚慶 他現在是現任的 中華文化總會的副秘書長 中華文化總會算是 不是公家機關 但是他也是民間 算半民間半官方的企業 他也是有薪水拿的 但是他除了拿了這份薪水之外 他如果參加一份標案 一份標案一次標案 一次出席費就是2500 他光一個標案就可以賺50萬 如果他同一個時間一個月內 有身上有兩個案子 一起去幫忙當評委的話 那想想看他的月薪有多高 大概是100萬 如果出席一個標案是50萬的話 兩個標案是不是就是100萬了呢 所以這樣整件事情 就很多網友就說了 故宮居然敢開第一槍 難道是不是台灣價值忘了 台灣價值忘了價值 難道不怕被秋後算帳嗎 原來升官發財的入口在這裡 升官發財就請加入民進黨 不景氣沒關係 但不要跟錯黨 我們看到網友真的是酸溜溜 這麼酸溜溜的關係 我相信民進黨現在 為什麼會大動作的開始在查說 有沒有人拿來利益迴避 沒有不乾淨 包括總統蔡英文 已經好幾次講是說 你要發大財的話 就請走別條路了 連故宮都敢開第一槍了 可見現在政府要辦攤掃攤的意念 是非常強大的 對 而且包括是國民黨的 黃子哲也說了 李厚慶應該要請辭文總的副秘書長 而且大家很可以想像到 好 今天當這些評委 都是綠油油的狀態 那是不是代表說 只是來參與評選的這些廠商們 根本就是看到評委名單 就知道自己沒有希望了 而且更誇張的是 聯合報也調查說 其實很多評委本身就是一個人 但是有兩種身分 而且可以說是公司雙七 其實我們都知道說 如果你是A公司的員工 絕對不能去B公司兼差 除非你是打工族斜槓族 但是我們就好奇了 請問李厚慶你是打工族嗎 為什麼呢 你可以去那邊當評委 然後又可以再去別地方 當文總的一個工作 那另外的話 你看到林格勇 他在108年以前 以政委的身分 政委 政委的身分 表示說政府是有給他薪水的 以政委的身分擔任評委 但是又還是什麼呢 又也是網路館的負責人 那像是林玉慧 林玉慧的話 105年 他是行政院的發言人士主任 身分也擔任了評委 但他現在做什麼工作 現在是做一個電訊的顧問公司 那這個許家田 許家田看起來 他的當評審的經驗 是到了後期 後期109年時候才比較高 但是他過去的經驗 是一片空白 不過他後來做什麼 又可以去做 故宮青年事務暨行銷專案 然後而且是辦公室主任擔任評委 所以說可以知道說 他們每一個人都是雙七部隊 一個人都有好多個身分 有公單位的身分 也有私單位的身分 對 而且有公司雙重身分的狀況之下 怎麼為什麼每一次呢 只要是來評選 就是見到這些熟面孔 而且其實這些評委 每次都是被圈選出來 大家想說這個資料庫裡頭 有4000多人 怎麼就是這些人呢 而且為什麼不能用一個 亂數的方式來抽 而且按照規矩來 而且其實每次看到這時候 他們最頭痛 最覺得傷腦心的 就是很多來投標的廠商 像是國民黨的 蔣萬安就說了 工程會的評選委員會 總共有4000多位 然後來辦理的採購評委 不但具有濃厚的綠銀色彩 而且重要標案 怎麼一再重複 都是熟面孔 所以讓很多的投標的廠商 抱怨說投標來投心酸的 根本來陪伴 對 聯合報就採訪到一個 資深的文創業者 他就說 綠色御用的評委 游走了政府的各大標案 這個是業界都知道的事情 而且工程越大 御用的評委就越多 綠銀部只為自家人量身打造 還圖利什麼 學校的民進黨種子 等於說你是大學生畢業 你大學一畢業之後 你沒有任何的一個招標經驗 你就立刻會獲得一個 招標的工作 這個工作是民進黨政府這邊 御用評委 幫你量身打造出來的 所以說那個資深文創業者就說了 這根本就是讓台灣的文創業 正在劣幣區兩幣 所以市長 如果是這樣子的評委面孔的話 的確會讓台灣的文創市長 其實變成了一個 怎麼樣投 都是這群人得標的狀態 但是現在民進黨反而質疑 國民黨說 你是不是雙重標準 分雙重標準 而且來拖國民黨下水 因為來看到這張圖 他點名了有誰 他說自己人依法行政 別人就是御用門神嗎 包括是游淑慧市議員被點名了 還有葉元之 新北市議員 莊柏仲 劉立行 還有賴祥偉 這五個人都被點名說 其實自己本身也都是 國民黨的御用評委嗎 我們知道說這件事情爆發之後 其實網路上的熱量深度都非常大 都質疑說為什麼民進黨原來 你現在吃相這麼難看 但民進黨現在也知道說 這把火燒到自家門口了 不得不滅了 所以昨天的時候 特別開啟記者會指控說 國民黨你是忘記了 還是害怕想起來了 你的雙重標準 你是要準備遮羞了嗎 這是國民黨刻意來針對 政府的採購案 然後甚至拿評委去做文宣 不但烏龍爆料 還讓大家亂湊 含砂攝影 但是事實上 這些公家精官的評審委員 都是依法來去去陪襯的 然後像是那個民進黨立委 王定宇就說 國民黨經常忘記 Google常做查證 也常常忘記自己做過的事情 用回力標打到自己 那我們就很翹起 就有很多網友在質疑說 你潑糞水 難道就會顯得自己特別乾淨嗎 為什麼呢 這整件事情之後 也讓國民黨被點名的 郵輸會非常生氣 他說他當時的確是評委 而且不只是評委 還是主席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身份 就是代表著台北市政府 他當時在台北市政府工作 是個公務員的身份 所以他本來就有資格 來去擔任所謂的評委 而且主持評審會議 而且不但是民政 而且非常的言順 對 而且民政言順 郵輸會其實也說了 他說立委當了這麼多年 如果這些來指控的人 都還不懂得所謂的 採購法規定 跟剛剛收押的蘇貞 有什麼不一樣嗎 也就是一個草包 亂噴口水的立委 還有他說了 李厚清代表的是誰 民進黨都把標案給了誰呢 他的太太嗎 兒子嗎 女兒 女婿還是朋友 甚至側翼 他也說了一黨得到九族富貴 其實也滿嗆的 其實非常的嗆 因為他我們知道說 國民黨的議員 現在很生氣 郵輸會就認為說 這是根本是烏龍爆料的指控 而同樣被指控 還包括說文化大學的 新聞系教授莊伯仲就說了 他根本就沒有開任何的公關公司 老婆也沒有在電視台工作 他參與評審的每一個標案 都可以攤開在陽光下檢驗 導致遭輿润風節 這幾位黨工變身評委的人 你要注意了 你的皮才要繃緊一點點了 對 所以等於說 莊伯仲其實也有這種方式來自清 但是我們來看到 好像當然自家的人 民進黨被質疑之後 接下來就把髒水潑向了國民黨 是不是也代表說 其實每次只要被問到說 民進黨有哪裡做不好 其實你有這麼高的民運基礎 但怎麼每次都好像用的是 同一章說 我們會這樣子 國民黨以前一樣 所以我們要提醒 民進黨的大人們 你們是已經成熟 已經長大了 不要就像小朋友一樣 做錯事的時候 就拉隔壁的同學說 老師他也有做錯事了 不是我 不是我 他也有 所以你不要想著說 把隔壁的同學拖下水之後 就會顯得自己特別的清高 特別的乾淨 其實並不會的 我們可以知道說 民進黨上任之後 都一直喊說要什麼 謙卑 謙卑 再謙卑 但是現在用這種方法 拖國民黨 同樣也用同樣的標案 來去做同樣的事情 但是其實聯合報 為什麼要去做這些T報 為什麼要做這些報導 我相信民進黨的大人們 恐怕還沒有知道說 為什麼聯合報 要做這系列的報導 最主要原因 他們希望提醒政府 你的採購標案 是不是應該注重 所謂的利益迴避 而不是說要潑你髒水 是希望你能夠反省一下 反省一下說 你已經一黨獨大了 你已經全面執政了 你現在不僅是掌握了 總統府的資源 你還掌握了立法院的資源 你就更應該以身作則 做得漂漂亮亮 對 必須要做得漂漂亮亮 所以說聯合報就說了 其實負責任的政府 應該要確保整個表現的公平性 如果一切都施德施政的話 都可以用國民黨也一樣 來當他的擋箭牌 人民幹嘛要讓政黨輪替 而且當初為什麼要投票給你 而且甚至他說 進一步的能力 完全折政的謙卑就是如此 所以等於說其實包括 不只是媒體 有一個這樣的聲浪 網路上其實也認為說 民進黨這一次好像真的說 好 一人得到 九足都有這個錢可以賺 九足富貴 是不是等於說 其實現在整個氛圍 也認為說民進黨這次 真的應該要謙卑好好改進 網路上的聲浪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在昨天的時候 才會立刻有出現了 民進黨出來發言 另外的話 其實國民黨的議員也發現 這次的聲音 雖然說網路上有質疑民進黨說 怎麼吃相這麼難看 但也有另外一個聲音說 你們不要講民進黨 國民黨也過去執政的時候 也同樣吃得很難看 一樣的手法 一樣的做法 但是後來大家就發現說 現在那些的網路上那些聲音 會不會就是民進黨這邊的 所謂的網軍出來 來幫忙漂白跟洗白 所以說也很多的網路上 也兩派人互相吵了起來 互相指責對方說 你們才是潑髒水 才是不對的 但是這整件事情 不管說我們網路世界怎麼樣 因為現在問題發展到了 就是民進黨這邊了 發展到民進黨這邊 其實民進黨現在 不應該成口舌之快 民進黨發言人 可能正是成口舌之快 你第一時間如果出來說 以後我們會注意這相關問題 以後絕對不會再犯 我們會絕對清廉 或者是法治是我們最高的指導原則 如果你這樣子講下去的話 或許社會大眾對你的觀感 可能會稍微提升 對 而現在 故宮其實已經開出了第一槍 未來會不會有其他的政府機關 也跳出來取消這個相關的標案 甚至有引發更大的風波 我們都會持續的來幫大家關注 好可惡 不相同 好可惡 veya不要在家齡上 不可惡 各自不可能 聚洞